看看新闻网 景荣对吧 爱的你浓我浓的 而且她还是成为了 台湾地区2014上半年的 西京王 你说这个爱情事业双峰说 她有什么可觉得可惜的 我觉得我还需要 跟你再五分钟的时间 再进说下去 跟大家解决 但是我觉得 如果错过了蔡依林的话 真的谁的遗憾谁知道 这头周董高调晒昏讯 那边哲林默默在西京 冷木丁以超1.58亿元人民币的 代言身价 荣登上半年西京王 比排在第三位的周杰伦 多了整整360年 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 就是广告商一直 都还蛮挺我的这样子 既然问鼎榜榜首位置 想必若受邀出席周董的婚礼 这里已经必定是掷地有声啊 不过但凡周杰伦和蔡依林 同时出现的地方 他们俩肯定是 当仁不让的男女主角 照这个情况看 如果蔡依林真的去参加了周杰伦的婚礼 那新娘的风头肯定是被抢尽了的 难怪在提及会否参加婚宴时 哲林反问 我去好吗 好在告别了周杰伦这位过去时 如今蔡依林和景荣可是打得火热 至于两人的婚期 蔡依林坦言 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啦 而凭借多年来的打拼 昔日的少男杀手蔡依林 专业凭借超高武技 博得天后头衔 但不变的是那份率直 当近日某代言照片发布后 蔡依林力辟谣言 称紧实的腹部视觉效果 都是靠灯光打造阴影而已 诚实的态度一时获赞 娱乐青天地 蔡依林真的蛮拼的综合报道 好真的看到了这样一个画面之后 我就觉得 只要女神找到自己的幸福 不管是谁 我们都应该送上祝福 是的不管 我还是有一句要说一句 她拿着在舞台上的感觉 真的是非常非常搭 对的 真的是很可惜 算了算了就在舞台上看一看 过一过我们作为这个粉丝的影子